樂天女孩美麗應援成為今年亞洲門戶交流賽的焦點之一 業者也提前瞄準明年球賽推出限量行程 那這個晚餐呢 他除了看到跟樂天女孩做一個互動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樂天女孩的經驗舞蹈 會安排26個選手來進行抽號碼牌的一個活動 那與選手共進晚餐 伊菲網推出明年行程四天三夜最低美元兩萬七千九百元起 可以體驗睽違三年後富航十元島的華航航班 還包含兩場交流賽門票 而可樂旅遊今年鎖定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 東京自由行六天 每人含稅最低四萬三千八百元起 安排搭新宇航空外 球迷還能穿上中華隊應援球衣 在內野專屬加油區熱血吶喊 潮入航空直營的旅行社常犯假期 今年五月也曾和美國職棒洛杉磯天使隊 推出美西經典賽九天行程 每人十一萬九千八百元起 體育旅遊行程和航空股更是直直飆升 會比較大一些 尤其航空雙雄長榮航16號收盤上漲5.79% 讓民眾驚呼長榮航真的要飛入平流層 長榮家族都要飛了 而華航同一天也上漲3.79% 買期爆發不過分析師也提醒 短期操作會不會再大漲恐怕還得再觀察 華市新聞當局張中甫他也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市新聞YouTube頻道